7月26日报道 据媒体记者证实 歌手王峰前妻 中国超模葛慧杰日前在某医院就医时 涉嫌寻幸滋事 医院报警后 葛慧杰被检出涉嫌吸毒 被行政拘留多日 据医院人员回忆 事发应该是7月15日中午 当时他并不知道 那个个子高高瘦瘦的女生 就是葛慧杰 他和另外一名患者家属吵了起来 后来还动起手来 具体为什么动手不清楚 这名医护人员称 感觉葛慧杰当时有些 瘾瘾呼呼的情绪非常激动 应该是喝酒了 据知情人透露 葛慧杰到派出所后 进行了例行尿检 发现其尿检呈阳性 涉嫌吸毒 葛慧杰对吸毒也供认不讳 最后被行政拘留 葛慧杰为中国超模 曾获2002年 纳艾斯杯10家模特称号 和2004年法国皮尔卡丹 国际模特大赛亚军 葛慧杰是歌手汪峰的前妻 二人育有一女